聽聽 覺得台灣這邊的防守比賽前預想的還要穩很多 還蠻順利的調整過後可以從邊路找到突破口 上半場看新加坡傳很多次著陸,沒有過 可是下半場立刻補起來 那剛好我們狀態比較好 然後柏良的進球我也覺得他搶到一個很好的點 感覺還不錯 還是給進球的柏良 因為他其實他很多次就是一對多 然後他也很順利的把球扛住 我覺得蠻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球就會變得 進攻比較敢 比較放得開 然後比較敢去嘗試 防守也一樣 以前可能不敢上去搶 現在會變得比較有攻擊性 比較積極 雖然犯規也會因此變多 可是我覺得這是個不錯的嘗試 我覺得大家都很熱情很可愛 然後都很盡全力在為球隊加油 我覺得現場真的是比較刺激 然後大家真的很很熱情 分爭的話我覺得可以 可以有一個圓滿的落幕 當然是比較好 對啊 然後大家 球員們在場上還是大家都各自努力 那 對啊 有什麼分爭 就場外的是場外的解決 那 球迷們跟球員們都是 希望國家隊可以表現得不錯 然後有很好的結果